它跟我玉琦的倒法不一樣 嗨大家好我是李璇 我們今天要來挑戰神之蛇 自己開始幫這個系列下一個主題 叫做挑戰神之蛇系列 才會有下一集吧 這個系列就是我們會拿很多 某個品牌的很多很多樣商品 然後來進行盲測的挑戰 這個系列第一集我們決定要用品客來小試身手 也不是小試身手 其實我們之前有測過奶茶什麼的 但是這個是系列化的第一集 這邊總共有12種洋芋片 我們可以先看外包裝 它上面寫它的口味是什麼 待會Claire會負責就是打亂他們的順序 然後幫他們決定順序之後呢 我們會拿一個容器一個碗 然後裡面裝幾號洋芋片去開始試吃 要幫洋芋片配對 但是在開始吃之前 我是不可以去聞或者是吃這些洋芋片的 規則聽起來就非常的簡單 而且還可以先看到包裝上它是什麼味道 所以我相信我一定會成功的達成 答對八成 不敢說全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今天 品客神之蛇的口味有 香煎起司堡口味 香煎起司堡跟起司的差別是什麼 原味 泰式酸辣湯 炭烤BBQ 章魚燒口味 章魚燒 美乃滋嘛這樣 可以可以 香辣口味 喔這個OK的啦 油蔥肉燥口味 披薩口味 哇 披薩跟起司堡 感覺很像耶 香濃起司口味 披薩應該會有番茄味 起司跟香煎起司堡我覺得有點困難 洋蔥口味 洋蔥跟酸奶油這個好拆 鹹酥雞口味 有一點難度喔 我覺得鹹酥雞有點難 然後最後一個是 芥末海苔 這個一定沒問題 這個看就拆得出來了 我相信我自己 總共是這12種口味 那我們大家就要開始拆囉 今天呢拆錯的懲罰就是 拆錯幾個我就要做幾十秒的平板撐 拆錯幾個就撐10秒 最多全錯的話就是120秒 可怕2分鐘 第一個是這一個 好 好了嗎 好了 我轉身喔 轉 你轉身 什麼東西啊 等一下 我們有黑胡椒口味嗎 那我試試一下 章魚燒 第一個是章魚燒 我的第一個是章魚燒 第二個 好了 都好了 第二個 哇 好辣 等一下喔 這個外觀 再來看一下這個洋魚片的外觀 非常的橘 它一定跟起司有關係 好辣 辣的 香辣 我要選香辣 好辣喔 好辣喔 第三個 這個是第三個 好了嗎 好了 第三個 超辣 很難聞的味道喔 它的外觀非常的沒有特色 非常的沒有特色 非常的沒有特色 它有一個肉味 麥當勞的漢堡味 我現在真的是 非常有自信 我覺得超級簡單 第四個 好的是我 還沒還沒還沒 第四個是這個 喔 這感覺胡椒很多 欸 再來給大家看一下 泡麵的味道 那個 油蔥肉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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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你假裝不知道 我一定是對的 它是油蔥肉燥 第五個 好這是第五個 第五個 這個聞起來 起司味非常非常的重 香濃起司 香濃起司 好 來 接下來第六個 欸我突然想到一個bug 什麼 就萬一你猜錯的話 那種就有東西已經被放在台上 怎麼辦 那你就不要讓我知道 我已經猜錯了嗎 不可能啊 我超級有自信耶 推轉真的嗎 還沒拿 還沒拿 我已經猜錯了嗎 我不相信 這個是 第六個 蛤 這是第六個 欸 它混起來其實會很重 啊 我可以換嗎 我想換一個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這個是披薩 好 披薩 跟 剛剛的是起司 第七個 第七個是這個 它是BBQ 會吃起來太多 BBQ 這絕對是BBQ 不可能會錯 應該不會錯 應該不會錯 這個是第八個 第八個 欸好白喔 超級白 算了 反正都看不到 不給你們看了 沒有辦法好嗎 嗯 超級長 超級長 可以很少嗎 好 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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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原味最好吃 鹽巴 鹽巴最棒 第九個 第九個 快要全對了 很有自信 沒錯 這個第九個 好難拿喔 桌上 東西好多 它怎麼看起來又是起司 有種胡椒的味道 甜酥雞 甜酥雞 第十個 這個是第十個 第十個 哇怎麼看起來又是原味 怎麼看起來又是原味 這個才是原味 欸 還有什麼口味啊 對 甜莫洋蔥 沒有太自殺到它 對啊 這三個都還沒有出現啊 欸 可是這個是原味啊 我可以再吃一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嗎 八號 八號 這八號 這個洋蔥跟酸奶油 八號 這個是八號 啊 洋蔥 洋蔥跟酸奶油 原味是十號 十號 欸嘿 寫題目的時候 要驗蒜 我們剛剛就在驗蒜 這兩個 十一號是這個 喔 十一這個外觀 有看到它的點點是綠綠的嗎 它 我覺得它是那個 哇沙比 芥末海苔 芥末海苔口味 但這個口味 意外的好吃耶 我本來以為這個會很雷 它意外的很好吃 可是這個口味推推 一定對啦 我今天一定會全對的 非常的有自信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泰式酸辣 口味 好臭喔 肉骨茶的味道 沒有這個味道啊 它是肉骨茶的味道耶 最後一個 泰式酸辣嗎 那把它放射好了 可是它是肉骨茶的味道 好了 好了 那我們來公布解答 我今天的正確率是幾% 好難喔 因為它總共有吃了耶 喔對不起 我要脫一個罐子 好對不起 錯了幾個好了 應該是零吧 錯兩個 怎麼會錯兩個 錯幾跟幾啊 錯鹹醋雞跟芥末海苔 等一下喔 我吃一下 好辣 好辣 原來是辣味的部分 我剛剛沒有覺得它這麼辣耶 喔好生氣喔 還要20秒而已 我本來抱著 我會全對的 心態的耶 然後這個真的難吃 這個也不好吃 這個真的最好吃 今天最好吃是這個 今天最好吃的是這個 芥末海苔口味 我覺得它是今天的第一名 今天最會是鹹酥雞 鹹酥雞 鹹酥雞 這個真的就是泡麵的味道 那個統一肉燥麵的味道 那個統一肉燥麵的味道 兩個都是很濃的起司味 可是當你吃到起司之後 才會發現 欸 披薩好像多了幾個味道 但其實差距非常非常的些微 你要拿著披薩說它是起司 大家也會相信 可是你拿著起司說它是披薩 大家就不會相信 因為它的起司的味道比較單純 那我們今天這集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一個喜歡 記得訂閱頻道 跟開啟小鈴鐺喔 那你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 那如果還想看我們做什麼食物的 神之蛇系列的話 記得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也可以去Follow我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什麼 掰掰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妳學要來進行20秒的 欸叫什麼 平板吞挑戰 20秒簡單嗎 好 1 2 3 開始 1 2 3 好累喔 好累喔 等一下 但是不是才過3秒鐘 我覺得在抖欸 我以前可以做1分鐘 好 20秒鐘 耶 還有只有20秒 誇口說以前做1分鐘的 我以前真的做1分鐘 1分鐘 2分鐘 1分鐘 2 нормально 2分鐘 2一次